今天是我去帮这个Gosan去画这个中国美妆 中国其实没有本身没有特定的妆容 可能受很多欧美妆韩国妆的影响 再加上一些自己的审美 就变成了大家现在所觉得的中国妆 给我的印象就是比较理所一点的吧 就是有气场一些不会像日本的那种妆容那么 楚楚可怜或者是可爱的那种 要比较精神的像轮廓是比较重要的 OK开始吧 现在很多人会把这个眉毛直接画成像Gosan这个样 没有那么粗 但是会很在意这个现场 你是被叫蜡笔小新吗 他之前韩国会流行一字眉毛 我好讨厌那种眉毛 有时候一字有时候后面是个轮廓的那种 怎么样 变平了 对 现在我想先上一个隔离 但是它是日本的品牌 其实中国妆本身是偏向比较白的肤色 但我本人不是很喜欢 所以我没有很白的粉底液 我的隔离呢通常是上妆后没有什么太大的颜色 额都没有不够 因为我很怕紫白的有感觉 上好隔离了 现在要先遮一下黑眼圈 我是用这个make a fire的一个遮瑕膏 因为控油力很强 是的 很黏重的眼圈 我有黑眼圈的 为什么不知道啊 你任何有 我这近视影连自己长啥样都不清楚 这有一点点泪沟 要打一下高光才行 但眼睛太多了 眼镜它这样子一直夹在这里 它这个地方就会有 现在要上底妆 然后今天用的是这个 我们这边中国的一个彩妆大师 毛歌廷老师出的一个粉膏 我用的是三号色 就不是白的颜色 我没有白的 用了少量多次 不只是完全不一样 我的油到发亮了 发亮给饱和一下 对啊 就挺单的 有区别吗 有啊 遮掉了本身的一点点 如果局部有瑕疵的话 就用这个 应该大家都知道的 三色的遮瑕 被我用成这个样子了 蜜粉我带的今天是这个 中国现在很流行的一个 叫完美日记的牌子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 知道 狗桑都知道了 就很出名 因为直接画好 脸上的再画眼睛是吗 知道 就中国的妆会比较喜欢 这样有点雾面的感觉 就是韩国会喜欢那种 水水润润 像没有定妆一样的那些的感觉 那中国的话会偏这种哑光 比较多 描一点点 你肌肉不懂怎么描 好方便啊 我三个眉毛真的很好 完全不需要怎么画 现在适合上阴影 这个也是国产的 我最近很喜欢 这个阴影盘 局度 不知道什么鬼 因为它是有两个颜色的 我会喜欢这个鼻子的阴影 跟脸部的 是不一样的颜色 我通常会在这个位置 像一个括号一样 就有立体感的意思是吗 对 高光 是 但是我平常很少用闪闪的 我觉得画上好多知识的 先换一点腮痕吧 其实中国妆没有很注重 腮痕这个部分 我用这个的 Chemical 我的腮痕霜 不穿不穿不穿 上一点点这个 Wing Wing的高光 就是另外一个很便利的牌子 日本的 双眼皮不大 瞬间双眼皮 是吧 对啊 我可以坚持 坚持多久了 这是瞬间双眼皮 哇 很厉害 先我们先用这个 三色的 最边边的 做一个眼皮的打底 本来不想用这个BrainBrain的 但是它现在可以 瞬间双眼皮 用一点点吧 用这个哑光的 也是Chemical 已经被我用到这样子了 我觉得哑光是我用的 最多的颜色 用秋冬还可以搭这个 下面这个红棕色 放在眼尾 还有这个后面眼窝的部分 把眼窝画出来 然后用中间的这个 深一点点的颜色 把双眼皮的位置再描一下 再用最深的颜色 再描一次最后面 就是这个 描一下眼角的部位 然后刚刚的第一盘的 这个第一个颜色 就是眼睛下面 也带一点点 对 不用一点点 用中国妆 基本上是不会画这个卧蝉的 现在算是画好眼影的 淘宝几块钱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不会讲道理 这是夹不翘 夹不翘要这个干嘛呢 我试一下嘛 我的睫毛 我是巴不得一根一根拔掉 是吗 因为它老是掉进眼睛 你很难受 我总的眼瞎了 流流 之前很多人会觉得 我们喜欢用这个 很黑的黑色的眼线 但我也是不用黑色 好几年 我今天自己是紫色的 我今天帮这个卧蝉 选的是一个褐色吧 深棕色 也是我们现在很火的 一个叫小奥丁的品牌 睫毛膏 今天带了两个 都是日本的 哎呀 这个眼睫毛 有时画都没画一样嘛 对呀 又夹不翘 翘了会这样往上 但我又不敢用力 然后中国妆的 给大家最大的印象 就是要有一个 红色的唇膏 正红色的 我今天选了这个 我很喜欢的 不知道日文叫什么 好可爱的 哑光 就不是那种 日本人很喜欢那种 嘟嘟唇的感觉 它不会 就真的很哑光 嘴巴很小 好羡慕 像不像古 古堂妆那种 然后我们到中国妆成风 都是比较明显的 基本上画完了 把头发放下来吧 做回一个正常人看一看 但是眼妆我觉得是有点红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感觉的中国妆 我觉得很适合 我不喜欢这么红的妆 就好像是夜店小姐用 这期视频 中国的视频 每日アップ 下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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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